热火的阵容让帕克莱利看到了争贯的希望 德拉西奇的复苏 西罗和纳恩的爆发 再加上巴特勒和阿德巴越两位全民性的加持 为了补强封线的防守能力 来对抗东部其他强队 他们交易来了克劳德 又牵下了一个达拉 事实证明这笔交易的价值 常规赛取得了44胜29负的战绩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先是4比0斩落步行者 接着4比1淘汰熊鹿 在冬决又干翻了卡尔特人 晋级总决赛 不难发现几乎赛对阵的三支球队 都有强有力的风险进攻能力 奥拉迪波 子姆哥 塔托姆 正是克劳德的防守能力 才让这些联盟顶级的风险 没能发挥出来 使得热火进入总决赛 总决赛中 克劳德主防曾经歧视的老大詹姆斯 但是詹梅组合的进攻 还是摧毁了热火的防守堡垒 好战六场 最终遗憾地输掉了总决赛 经历了总决赛的犀利 克劳德的价值也让很多球队垂眼 菲尼克斯太阳在20-21赛季中 用三年三千万的合同交易来了克劳德 他将和保罗给年轻的布克和埃顿领航 本赛季太阳的战绩突飞猛进的增长 常规赛取得了51胜21负的联盟第一战绩 季后赛首轮 克劳德再次遇上老詹 上帝是公平的 这次胜利属于克劳德 他成功地限制住了詹姆斯 4比2竞技次文 接着一路成胜追击 4比0淘汰绝金 晋级西绝 克劳德和太阳将迎战联盟最强封线群 众所周知 快船拥有着联盟航母般的封线火力 伦纳德·乔治·巴托姆·莫里斯 这次克劳德的责任更大 他将给太阳的晋级支柱保驾护航 随着伦纳德的伤退 太阳寒差一场就能进入总决赛 这次无论是保罗还是克劳德 都将为此使出浑身借数 这两位老大哥将带领年轻人 去追求那个近在眼前的最高荣誉 我想上帝一定不会辜负 这两位一路杀到现在的老将 期待在不久后的某一天 克劳德将捧起奥格兰杯 来到父亲面前 两人微微一笑相拥而弃 承载着两代人的梦想 都凝聚在了奖杯和泪水中 父亲的路他接着走完了